收面吃的过程 我们已经用 解释 两个联系 哪一个两个联系 什么意思 我感受还是接受洗 我写主席 我接受了 我写如希初期 你们有没有这样学 我们有说明 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这个过程 条件是要入场定 虽然没有入场定 还是要了解这个联系的好处 什么是这个联系的好处 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有说明 神念处 说明处 信念处 有直的部分 有关的部分 这个联系也有直的部分 有关的部分 直的部分 就是安排 信 令那 在如希初期的过程 西跟那 如果没有入场定 这个西跟那的详细就不会很长 它会很长条件是我们有入场定 有患住定 如果没有患住定 有精心病呢 我们还会 这个让我们入威士的境界的详 我们还可以丢掉它 对不对 现在我们也有讲过一点点 威士的道理 如果是我们了解威士的道理 那我们要学用这个威士的详 有一些 咱家就已经有继承这个境界 那我们要也知道 用它来学什么 来了解它威士 因为那个东西 那个威士的象 不是从心来的 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因为心它出现 因为心它不见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这个东西出现 威士的颜色 还是你的颜色 还是光明 那就是代表 心的能力 就是听跟光 如果我们有兴趣学 威士的道理 它就变成如威士的门 因为威士的颜色 就是用这个藏品的体贴 来学威士 不是用别的体贴 我们已经有 讲到威士 叫做Yoga Chara Yoga Chara 就是一切的行为 一切的行为是什么 是三内 什么叫做三内 三内叫做直观 直 整个折也是三内 整个光也是三内 离不开三内的体贴 这个在这一切 我们也有说明 有外面的Yoga 有里面的Yoga 里面的Yoga 就是三内 Anthara Yoga Vaya Yoga 我们为什么选择 Vaya Yoga 气功等等 阿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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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要得到 三内的经济 就是三内的经济 方便 三内的经济 我们在用三内的经济 也需要维世的响 我们用这个维世的响 来思维真乳 真乳 从维世的教理来看 不是维世 不是别的东西 如果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了解这个道理 那那个直观的修行 变成王道 因为我们了解 所有的境界都是 心的境界 心的自信 就是建筑 没有别的自信 那 从这个角度来看 四面书的修行 你要有配合 跟这个道理在 我们是用四面书 了解菩萨道 不然 就不是菩萨道 什么叫做四面书 依照 理解释底部 四面书叫做 研究真乳 不是别的 那 现在我们是在 手面书的过程 说明手面书的过程 我们也有 解释是 在 修行的过程 其实 观点 我们是在 轮回 是因为 我们不了解说 因为不了解说 我们没有办法 把握我们的心 因为没有办法 把握我们的心 把握我们的作意 所以我们在空里面 所以我们在空里面 那为什么我们是 修 直观 因为我们要学 把握作意 把握作意 把握作意就是 把握作意叫什么 所以我们 主意想在心里面 这个是作意 怎么我们 如果我们用 直观 做 所有 在心里面 我们就没有 哭 因为我们 不用直观 做所有 在心里面 我们有哭 怎么 怎么 一面 不就是 如 修行 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是用 菩萨道 现在有 三家子他们要学菩萨道 所以直观他们告诉我 那一定要思维这个道理 修菩萨道 而 思念书 就是 用思念书 思维真如 不是别的 思维真如 就是思维心 了解心 了解心 就是了解真如 我们 以前有没有这样看过 那我们怎么 了解心 用 我们修面书 拿地上联系 这样做什么 Citta Sankara Battisam Vedi Asasi Sāmiti Sikati Citta Sankara Battisam Vedi Vasasi Sāmiti Sikati 我 接受 Citta Sankara Shing Shing 我接受心 这个心 跟 那个 无名 原心 的心 我接受 心 心 我 学 融息 春心 什么 叫做 心心 心 心 就是手跟想 两个东西 叫做心心 为什么手跟想 叫做心心 因为心去夹夹夹夹夹 因为没有手跟心 没有手跟心 他就不去夹夹夹 他就留在一个地方 一定要了解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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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 如是 初心 那 说 也是 解释 解脱的过程 为 去掉所有的心 在 修行的过程 直观的过程 先 先 修行的人 取掉什么心 口心 口心 就是 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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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跟椅子会缩在一起 马蒂 对不起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去掉空心 我们入第二场地 就没有空心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去掉身心 谁知道吗 第一场地没有空心 是 身心 身体的身 脚脚的心 在什么情况我们 如果我们去掉身心 如果有第四场地 如果有第四场地不自在 那就呼吸不见 我们看不到呼吸这里 如果有全身的呼吸 还是可以看到 维系的呼吸这里 那 在什么情况 我们去掉 心心 吃掉喜乐 吃掉 喜乐 心心 心 我不是 我是讲心心 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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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力的心 心 心王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去掉心心 心 佛教的最重要的场地 如果你们有彻底的学佛法 你们可以用什么场地 受想灭定 受想灭定 就 拜拜 心 拜拜心 那就 你们能够真的了解佛法 如果 如果 还没有 白白心 心心 那 佛法的了解 没有那么清楚 为什么 什么是 受想灭定的情况 受想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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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受想灭定 受想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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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受想灭定 你也管他有能分别的心 对不对 那个能分别的心是靠什么 靠想对不对 什么是心心不是想跟想 有想一定有想 有想一定有想 因为有想跟想 我们有做所言 所言在心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做所言 在心里面 有想跟想 就是把这个 要靠自己的经验 在能够了解 我们没有做所言 在心里面有想跟想 请好好考虑 如果要了解佛话 一定要考虑那些 不要相信书 要相信自己的经验 有解脱的人 他不说 不说不是说 他不知道什么东西 不说叫做 他不去想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的心出入 因为我们有习惯去想 因为去想我们在苦里面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在苦里面 平凡佛教有很好的书语 名称叫它 它叫苏忠 苏忠 苏路的苏 忠不听的苏 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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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安的想法 有静安那是 苏忠不明显 有苏忠是 静安不明显 苏忠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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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罗汉没有完全离开这个西区 所以他没有完全发生 现在我们要了解思念处的学习 我们一定要思维一些道理 不然影响不会很清楚 要怎么用思念处 学神文道、学博士道 不会很清楚 所以要好好考虑 加考虑了解 不是理论要变成自己的经验 那怎么我们能够接受 心心 学柔西中心 有没有什么看法 这里 如果你们参考 请进导文 有另外一个解释 你们参考 理解释的论 另外一个解释 所以很有意思 不同样的解释 因为不同样的 修行的经验 不过其实两个解释 都很有意思 都很有用 两个方法 都很有用 如果能够了解在一起 佛法的智慧 会开 那 清静道路的 道理 南串佛雕 怎么说 从一节释到第一厂释 那那个 信心就不一样 从第一厂释到第二厂释 信心不一样 到第三厂释 第四厂释 都信心不一样 所以这样 在好像我们去说过 在下地 上地 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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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样去 观复习的时候 接受 清醒 怎么它变化 依照 手的变化 那另外一个解释 很好配合 有的时候 学南串佛教 北串佛教 如果能够 配合在一起 你一次变成很清楚 这一次特别清楚 你解释 你解释 怎么解释 你解释 你解释 如果 在 观入习出席的过程 出现烦恼 出现我间 出现我所的经想 出现我慢 出现空声 出现跳跌 那个时候 我们就特别是为 怎么信心改变 因为 我们 在 在 收 在 心的分别 就是最重要的要是 我们的 心 神的分别 是靠 收 一招收 我们分别 为什么 这个是特别重要 一定要了解 我们的缘 我们的缘 轮回 是靠神 靠我们的缘 对不对 也是靠神 都是很好的东西 都是好朋友 都一起坐在一张桌子 插摒摒摒摒摒摒 还是靠神 还有爱 还有忌 也ick 都一起 是不是这样 那结果 为什么我们 变得更明显 因为 吃 Mé 使用眼 我们有言,不知做熟,我们都没有言,对不对? 一定要了思维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收拾这个道理,不是理论。 如果是理论,我们没有,不一定有什么用。 我们的言不是靠手,因为只做熟,我们装作言,上言还是不上言,还是不动言。 也就是熟悉心,激心在一起。 激,激,激。 那这个基督解冰我们的境界,我们的境界是依照那些国旗的夜。 现在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还在装造夜的过程,因为我们是做熟,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灵魂。 因为只做熟,我们是在灵魂,不只做熟,我们就不是在灵魂。 其实佛教讲那么清楚,那么简单,只是不容易做到。 那,用复习,如果我们要了解思念处的修行,为什么熟念处是那么重要的部分。 那,要在四位修行,不当四位修行,我们所做的活动,不管什么活动,要四位修,有没有有执着的修,还是没有执着的修。 没有执着的修叫做出力修,有执着的修叫做当时修。 当时,当刻的当,是有劳,口,跟下面有一个月。 好,就是一二元、不是一二元,是。 先后按摩画那个 不是一起,是不是一个口了再一个牢。 也是很专门对不对,有没有执着的修, sehr beth unas somрост的学。 那边一看上次,就是要再诺。 venom 的学和一个牢。 是不是一个口再一个牢,咱们再一个御,对不对。 ного虚无。 四章的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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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佛教二人练 那个名称很有意思 法律文叫阿弥撒 阿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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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撒的意思 也是你们要 跳鱼 台湾人特别喜欢跳鱼 这不是很好的跳鱼 哈哈哈哈 跳鱼的时候 你叫阿弥撒来 公 公 不是狗 在公上面 鱼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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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鱼饵 也有阿弥撒的意思 也叫做以前的印度人祂祭祀功能柔 这个柔也叫阿弥陕 如果我们的手有执着 这个叫萨阿弥陕 如果没有执着 那你就不会抓住你 对不对 很有意思 如果我们不执着手 我们不会抓住以前的印度人会的印度 因为我们执着手 所以我们还能够被抓住 因为被抓住了 那就哭了 因为哭了 所以我们众生很可怜 所以要发大悲心 所以又是这样 那好 那第一次联系就是什么联系 我学习习习习 习习 习习 我学习习 习习 从马法的角度来看 就是处理烦恼 处理烦恼就是继续去心情 因为烦恼就是因为手 因为执着手 再有烦恼 不执着手 那就没有烦恼 为什么罗汉没有烦恼 因为他对所有的手 都有心持 他一定会 罗汉一定会感到可疑的境界 而且因为他的心很清楚 他可以感到比普通的人更清楚 什么所谓是可疑的 什么所谓是不可疑的 不过因为爹不能够离开他 因为他没有烦恼 所以他一直在心识 所以他看好人是心识 他听好声音心识 不是说他不知道是好声音 是好言识 他知道比普通的人清楚得多 不过他只是心识 现在写场定的过程 写直观的过程 也就是不是写别的东西 是写心识的过程 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呢 完全不了解直观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需要学文化 因为我们需要学心识 因为我们心识的境界不明显 所以我们很容易开入反而的境界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所有的场定没有例外 所以佛教是分别坚定跟不坚定 坚言跟不坚言 所有的坚言 所有的坚定都有形式 如果没有形式 那不是坚言 不是坚定 所以阿比达摩 所有的有发达的伤心 都有坚定跟坚言 没有坚定跟坚言 那不是真的伤心的过程 那什么是 如果我们要学悲传佛教来 了解菩萨当 什么是菩萨当 什么是菩萨当 了解那些道理 来修 越来越发达的伤心 不离开伤心 因为佛罗汉 他立于远离修心事 就是 他还是修伤心 不过 因为他的目标不是承罚心 所以他不是强调坚言 是强调愿意 所以佛萨是 学怎么用 彻底地用伤心 了解 定的过程 我也 信实的过程 了解 手的过程 这样他能够在 读中身 不然他都不要 是因为他 有这种能力 仍有在轮回里面 还不说轮回的苦 仍有在轮回里面 就是什么 就是 留在轮回里面 留在轮回里面 不说烦恼 是什么情况 是时间之光 是时间之光 时间之光 它不分别 时间跟灭关不分别 所以 是时间之光 它不分别 时间跟灭关不分别 与一切实体论是说明, 只有 一场地咖,一场地咖就是那个不能够成佛法这种人, 一场地咖,一场地跟菩萨只有两个, 虽然了解愿力利益的过程、实的过程, 还是留在世界。